金玉狗仔大佬卓伟 情述出了张继柯事件的细节 让人们更加地相信张继柯是个渣男 张继柯与景田一世的风波还未平息 这边又有消息爆出了 张继柯竟未婚生子 与其生子的女孩名叫张蕊 是张继柯的现女友 可张蕊的情感经历却十分不简单 张蕊离过一次婚 她的前夫竟然是百百合的现任张思琳 这不由得让人们大跌眼镜 看来娱乐真的是个圈 此外又有细心的网友 扒出了张继柯的黑历史 张继柯曾多次在公众场合 表达出对谢娜的爱慕之情 这件事情连谢娜最好的老前辈汪涵和何炯都知道 就连上节目的时候 张继柯也毫不掩饰地展示出自己的这份喜欢 当时张继柯与谢娜同坐在一起用餐 刘嘉玲突然问她为什么对谢娜情有独钟 张继柯瞬间脸红 认真地夸到谢娜很细心 很单纯 而双方在互动玩游戏时 张继柯也始终围绕在谢娜身边 可这时的谢娜早已和张杰结婚 张继柯这么做真的合适吗 此外 张继柯在与赵丽颖同台演出时 开心地称自己是赵丽颖的粉丝 当台下要求抱一个的时候 张继柯竟直接将赵丽颖公主抱了起来 脸上更是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这一幕真的是令人细思极恐 有谁能够想到 曾经作为奥运冠军的张继柯竟与赌博二字紧密相连 并且欠下1.9亿的巨额赌资 事情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发酵后 更是有博主抱出了张继柯的债主 这中间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 首先是前女友景田 张继柯在与景田交往的时候 就曾向景田无数次的借钱 并且张继柯最后一次向景田借钱的理由 竟然是以购买婚房的名义借来的 真的是既骗钱又骗色 而张继柯也曾向跳水冠军田亮借款1000万 向圈内女明星袁珊珊借款300万 就连导演于正也在其中 于正此前就曾发文抱怨过明星不还钱 说的应该也是张继柯 除了这些明星导演外 张继柯也没有放过自己的同事 这中间包括马龙、许欣、刘诗文和陈梦 每人都曾借给张继柯数百万元 张继柯真的是把身边最亲的人都坑害了一遍呢 值得一提的是 黄小明也被牵连在内 因为陈梦是他的表妹 两人关系很好 经常来往 陈梦在借给张继柯钱后发现情况不对 于是将这件事情告诉给了黄小明 而向来出手大方的黄小明早有防备 没有将钱借给张继柯 换作是谁也都不会选择去帮助这样豪赌 且没有信用的人的 目前国平的主力在WTT新乡冠军赛结束了所有赛程 最终两樊镇东四比一击败了梁静坤 拿到男单冠军 而孙颖沙这边四比一击败了王毅迪 拿到女单的冠军 可以说国平也是圆满完成了任务 女队这边还是包揽了四强 而男队这边也是包揽了冠亚军 对于中国国平来说也是非常圆满的 但是与此同时 国平现在在外征战 前国平的奥运冠军张继柯一直深陷在涉赌事件中 也多次登上社交平台的热搜榜 也是把国平牵连在一起 引起了大家的讨论 而近日张继柯的事件再次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 张继柯对此一直都没有做出相关的回应 而知名狗仔记者卓伟也在社交平台上公布了最新的爆料 他表示张继柯在外输了1700万 所以说当外面的人找到张继柯去要账时 他无力偿还这笔债务 而是把钱直接推到自己的前女友张景田身上 所以说张继柯的这一行为真的是让人扎舌 随着张继柯相关事件的曝光 不少人都建议要对张继柯进行深入的调查 并且张继柯已经结婚欲有一子的事 也被公开爆料出来 并且他的现任的女友正是白白和老公的前妻 可以说娱乐圈的关系真的是太乱了 随着张继柯身边越来越多消息爆出 这件事也会涉及到很多很多领域要进行彻查 张继柯在赌博的过程中也是涉及到违法违法乱纪的事情 他也轮番地向自己身边的朋友去借钱 所以此前也公布出来了张继柯的借款清单 根据知名媒体人的爆料 张继柯曾经也是找体坛有名的田亮夫妇借了1000万 除此之外像袁珊珊、杨幂等人也都被张继柯去借过钱 还其中包括了国拼的运动员陈梦等等 人也都是被张继柯去借过钱 所以说现在来看 国拼这边还没有给出最终的回应 但是张继柯的行为无疑是让人唾弃的 作为曾经的国拼奥运冠军 代表国家的形象 退役之后不知检点 痴迷迷恋赌博 也是葬送自己的生涯 并且做出败人品的事 我们也期待有官部门能够进行彻查 朋友们对此怎么看 待会了 请 iht呈患